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们一起的来谈这本圣经 有关于我们身为一个男人 女人 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 以及恢复圣经男人跟女人的地位 让我们如果你的手机是在你的摩巴风 里面有圣经或者是你的圣经是在你的摩巴风 好 现在可以跟我一起来高举神的话语 把你的手机或者是把你的圣经像我这样子高举起来说 跟我一起说 我相信神的话语 来 我相信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语赐福我 愿神的话语赐福我 也愿神的话语赐福我的右边 愿神的话语赐福我的右边 愿神的话语也赐福我的左边 我的前面 我的后面 愿神的话语赐福我的邻居左右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关于 恢复圣经当中我们要如何地做一个好的男人 或是做一个好的女人 我讲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需要来学习 要如何地来成长 如何地来长进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学习 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刚才提到 第一个题目我要问你们 许多的家庭都有一个问题就是 夫妻的角色 彼此的混淆 家庭应该是谁做主 应该是谁是主人 应该是姐妹 还是丈夫 你们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应该是男人做主 还是应该是女人做主 答对了 有讲 好 勇敢的 来 我要问你们 谁应该是家庭里面的主人 好的 我知道你们不好意思了 就回到第二个问题来 现在你们要抢着问答 我是有预备礼物送给你的 在家庭里面到底是谁说了算了 教务事应该是由谁来做 是由丈夫做呢 还是妻子来做 来 举手 好 共同来做 你们同意吗 好 我们拍手鼓掌 我送给礼物 请出来领奖 送给你一个 CD 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到底家庭是谁说的算了 是丈夫说的算了 还是妻子说的算了 谁 神说的算了 那么到底圣经里面 神 祂 教谁 祂告诉谁 应该是男人说的算了 还是女人说的算了 来 你说是谁啊 应该是男人啊 好 鼓掌 送给你一个礼物 我这边 我去了那个澳洲 我就 我刚刚去澳洲 有澳洲很出名的糖果 请你吃 好不好 很好 还有谁有更好的答案 到底是男人 应该是男人说的算了 还是女人说的算了 你刚才说是谁 男人 男人啊 那你是很顺服的 愿神赐福你 有一个好的丈夫 还有谁有更好的答案 好吧 那么我们就来 看看圣经里面说 第三个问题 谁更应该去赚钱养家 是先生 还是太太 先生 那姐妹在家翘脚 对吗 还是姐妹也应该去做工 共同 共同一起做工 还有更好的答案吗 好吧 那我们就送一个礼物给师母好了 来 师母 送给你一个 谢谢师母 谢谢师母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一起来读一次好吗 来 其实 在上帝的命令当中 早就为男人和女人 做了一个不同的角色的设计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扮演的角色 神是按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来造男 造女的 所以上帝呢 他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来造我们 造男跟造女 也就是今天创世纪 第一章26节所说的 神是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男的跟造女的 所以男人跟女人 他的受造都是按着神的形象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你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 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尊贵 一样的荣耀 阿们 不管你是姐妹或是男人都是一样 因为当神创造人之后呢 他就赐福了人类 赐福完了以后 神就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男人跟女人 所以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 领受了神的赐福 男人跟女人都是同样的领受神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两者之间在上帝看来 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也就是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领受神的赐福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说 先造的是谁 亚当 后造的是谁 是夏娃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程序就是 先造的就是亚当 所以男人是被先造的 后造的是女人 所以当亚当出生之后呢 出来之后 神就对男人说 独居不好 所以神就从亚当的勒骨里面 就取出了一根的勒骨 来造一个女人 现在重点来了 上帝是怎么样来造出一个男人 造出一个女人呢 上帝并没有从亚当的头部 拿出一块的头骨来造夏娃 免得姐妹会来挟制丈夫 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 另外第二个 上帝也没有从亚当的脚里面 拿一块的脚的骨头来造夏娃 免得亚当去见他姐妹 很奇妙的 那上帝是怎么样造 上帝是从他的边 他的side 就是他的旁边 也就是他的勒骨旁边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 从他的旁边来取出一根的勒骨 好让他跟男人是一样的平等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弟兄们 请你把你的手借给我一下好吗 请你把你的右手借给我 右手 你的右手 来摸摸你的勒骨 有没有发现你少了一根 那请问这个勒骨跑去了哪里 原来神就要我们明白 这个勒骨就是上帝从我们男人的勒骨里面 取出一根来 好让姐妹跟我们是一样的平行 这个勒骨是在男人的绑壁之下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做一个男人是要保护的 要保护谁 保护女人 因为这个勒骨就是靠近我们的心 所以女人需要受到爱护 受到保护 就好像勒骨一样 保护着我们的心脏 所以勒骨是神 把我们男人的勒骨拿出 一根出来做什么 来造出姐妹来 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圣经里面 是讲到勒骨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来 那女人是用亚当的勒骨做成的 不是用她的头来统治她的 也不是用她的脚来被她所践踏的 再说一次 而是用从她的身边来与她平等的 所以在她的绑壁下 得到了保护 在她的心上得到了爱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 圣经里面的原则 我们的神 祂从 祂把人造了以后 就把男人就安置在伊甸乐园里面 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男人做一件工作 叫做修理看守 好吧 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说这四个字来 修理看守 这四个字是神要我们男人需要做的 就是要修理看守 当神造了亚当的目的 就是要他修理 还有要看守伊甸园 而且要管理整个伊甸园的全部 这是上帝交给男人的一个责任 那么问题就来了 请问亚当有没有守住这个关键 就是要去管理 而且要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要去好好的去管理 不仅要管理 也要修理 修理就是要让他能够增长 增加果子 看守的意思就是防止敌人 防止魔鬼撒旦进来 所以上帝要亚当要防守 不准让魔鬼撒旦进到伊甸园里面 来做破坏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身为男人的工作 我们身为男人是一家之主的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弟兄姐妹 你们同意吗 你认为做一个弟兄 是不是应该 我们应该要去防止仇敌撒旦 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来做破坏的工作 如果你同意的话 跟我说阿们 男人就是要防止魔鬼撒旦 进到伊甸园来 但是请问亚当有没有做到呢 亚当有没有做得到 亚当他没有做得到 看守的意思就是要去监管 而且要去保护 保护谁 保护女人 也就是要去监管 不准那撒旦魔鬼 进到园子里面 来做破坏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的 亚当夏娃 他主要的症状 就是他疏忽了 他怎么疏忽呢 因为他懈怠了 他失职了 他应该是要去防止魔鬼撒旦进来的 现在问题就是亚当他 他有一个罪就是他疏忽 这个疏忽非常的严重 结果他没有想到 让魔鬼撒旦就进到这个伊甸乐园里面来 所以亚当他疏忽的罪就是为夏娃的犯罪开了一个大门 结果就让了这个魔鬼撒旦就进到园子里面来 所以撒旦就来欺骗 欺骗谁 夏娃 然后对夏娃说 你原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哦 特别是这个分别散热素的果子呢 你是可以吃的 所以当夏娃他吃了分别散热素的果子之后呢 就犯罪了 现在我要问你 当夏娃他犯罪之后 神先找男人算账 还是先找夏娃算账 找谁算账 找夏娃算账吗 不是 神先找男人算账 奇怪 那明明是夏娃他犯罪 他做错了 他吃了那个分别散热素的果子 上帝竟然不是先去找夏娃来算账 去找谁 找亚当 为什么 因为亚当他没有好好的去看守这个园子 以至于让撒旦魔鬼就进到园子里面来 难怪上帝就找了亚当 然后就对这个男人说 亚当 亚当 亚当你在哪里啊 亚当 亚当你在哪里啊 亚当非常不好意思 他就躲起来了 男人是头 跟我说男人是什么 头 是要负起责任的 所以一个家庭里面万一有任何的差错 我们身为男人的需要负起责任的 弟兄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圣经里面来 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呢 圣经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要明白神造夏娃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神要造一个女人来帮助他 这个帮助的意思呢 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有好多次 所以我们以为神造一个女人是要去帮助一个男人 以为说男人是高高在上的 所以在眼中女人只不过是一个男人的花瓶 是不是花瓶啊 不是 不要以为神造男人是要让男人高高在上的 神今天要明白 要我们明白 神造女人不是来跟班的 也不是说只是一个副手而已 他也不是说在你的旁边帮个小忙 或是做你的PA 请问上帝是不是造女人做我们男人的PA啊 不是 所以我的太太呢 常常提醒我 我不是你的PA啊 我乃是你的 谁 我是来跟你一起的来完成神的计划的 所以女人呢 她的工作 她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我们读到圣经 这个帮 这个帮手 也就是说 这个旁边的助手 总共圣经里面谈了 二十多次 讲到这个帮助这个字 所以姊妹 乃是帮助弟兄 做妻子的 乃是成为丈夫的帮助 这个帮助的意思呢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帮助呢 有一些的差别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帮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要女人来帮助男人 是一个很崇高的 而且是更大的帮助 不是一个普通的帮助 是神 他要女人 透过女人 借着女人 来帮助男人 来完成神的托付 哈利路亚 因为神对男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神要做 神要姐妹们 来帮助男人 一起的来完成神的托付 所以姐妹 你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的帮助 就是从神而来的 神乃是透过女人 来做成这件事情 也就是男人 有许多很重要 要去完成的 但是一个男人 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神就借着姐妹 神就借着女人 神就借着妻子 来帮助男人 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 为什么 因为男人不够好 再说一次 因为男人不够好 我们再说一次好不好 来 因为男人不够好 所以神 他就造了一个女人 来帮助他 好让他能够更完全 更加的完整 所以我要承认 我们身为男人的 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怎么办 还好我们有姐妹 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更完全 更完整 阿妹 阿妹吗 阿妹 好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男人在 开车的时候 驾车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路 当时呢 我们就会心慌了 我们男人就开始 一直在那边盲目的床 撞啊 撞啊 撞撞 转来转去 你怎么绕都绕不出来 这个时候神就造了一个姐妹 在旁边来帮助我们 他就在旁边我们 他就在我们的旁边来协助我们 很快的就能够达到那个目的 结妹 你们说是不是啊 我师母一直点头 他说他就是一个帮助牧师的人 阿妹吗 好 我跟 Daniel Pastor都是同意 姐妹真的他们是非常的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给女人 虽然她们是蝴蝶 我们男人好像一支牛一样 但是女人跟男人之间的性情上 跟能力上还有在思想上 很多方面是有一些的不同的 特别我们如果来谈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弟兄们跟姐妹有什么不同呢 弟兄心比较无息 比较不爱沟通 那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好像三个女人在一起 就好像一个巴撒一样 为什么 因为她们很容易沟通的 但是我们男人就不是那么容易 在一起会有一些沟通 所以姐妹她们心比较细 看的东西跟男人看的东西 就会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party 一个聚会也好 当我们去参加这个party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问一个女人 刚刚在客厅里面 有哪一些的女人进来 还有每一个人 她们的发型 是哪一种的发型 或是她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她们穿的鞋子 甚至她们的打扮 她们是用哪带的是什么样的皮包 你问我们男人 一问三不知 我们都忘记了 而且我们都不会去注意的 可是很奇妙的 姐妹们她们就会一一把它说出来 刚才所有的每一个女人 她们穿的衣服 还有她们所带的这个包包是什么 她们的发型是什么 很奇妙 所以姐妹 你们是不是很特别 因为上帝 所造的男人 跟造的女人 有极大的不同 女人都知道 她穿的是什么牌子的鞋子 或是擦什么样的香水 甚至她的指甲 涂什么样的颜色 你会很惊讶 姐妹们几乎都能够 很清楚的答得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姐妹们呢 你们有特别的恩赐 这个特别的恩赐 是我们男人所没有的 所以我们今天 男人要跟姐妹拍拍手 你们真的很棒 你们是一个很棒的姐妹 所以神造的女人 能够在很多方面能够平衡 而且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男人 所以我今天来分享神的话语 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身为一个姐妹 你有你特别的恩赐 但是姐妹们 我们要跟弟兄们在主屋里面 一同的来完成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并且一起的来享受 神给我们的祝福 特别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没有说弟兄就不需要姐妹 或者是说妻子就不需要丈夫 我们都一起的来完成 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好不好 这就是神今天要我们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 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听一听 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 特别是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做一个先生 我们需要有六个责任 这六个责任是我一直在学习的 我刚才说因为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需要来分享这个道 来提醒我自己 我的太太也坐在前面 她也在回家跟我算账 到底我有没有这样做 第一个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一起来说来 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 所以你有没有爱她 所以不仅是我的老婆常常跟我说 你不要嘴巴一直讲爱爱爱 你要有action 你要有行动 简单的说 如果你不爱你的妻子 那就是不顺服圣经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如果我们真正爱妻子 就能够爱基督 如果人一个男人 都不能够爱你所看见的妻子 你怎么能够去爱教会呢 你的嘴巴只是会说说罢了 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能够说 好 你是真正爱妻子的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是一个真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的人 阿们 第二 丈夫应当要主动的 把自己奉献给妻子 为妻子来舍己 所以真正的爱是出于意愿的 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回想 当时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 在教会举行婚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松疤 松疤 那我们的松疤讲些什么 可能我们日子久了以后都忘记了 都还给那一位主持婚礼的人 我们要想一想当时 我们跟我们的对方说的是什么话 是要怎么样 无论你是在困苦 在贫穷 在患难 或是在任何的逆境 我都永远爱你 真的吗 这个是我们做妻子的 也是要常常提醒我的丈夫 提醒做丈夫的 所以我的老婆也要常常提醒我 好不好 爱妻子需要有行动 来 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好吗 爱妻子需要有行动 要有作为 好让妻子能够感受到 而且能够感到 能够被感动 这是我们做丈夫的 要如何的去爱妻子 第二点 我们要用耳朵 聆听妻子的感受 哇 我的妻子常常问我 我刚才跟你讲的话 你再重新一次 再讲一次 刚才我跟你说了什么 所以表示说我们要聆听妻子的感受 我们反而说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那如果我们做先生的 做丈夫的 没有听老婆的感受呢 哇 也是要回家 也是要被丢命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 用我们的灵 去真正去聆听老婆的话 所以真正的好男人 就是多一点点的了解 be more understand 就是我老婆常常说 你要me more me more understand 要me more be more 要me more 什么叫me more 我真的是越想越不清楚 要多一点 多一点了解女人的感觉 那个感受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男人 我们应该要让妻子 让妻子有一个自己表达 他们心里面的余地 到底他们想要表达什么 你看看这张图片 那个男人 他老婆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有没有 去专心听他老婆在说什么 你觉得应该要把报纸 应该把它放下来 还是继续这样听 还是跟老婆说 老婆我已经听到了啦 你很啰嗦啦 当我们在听妻子说话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的去更多的 去感受到妻子 他对我们所要表达的 做丈夫的 对妻子的思想 感情需要敏感 即使他不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 我们的妻子 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 比较在一方面要敏锐的 要敏感的 所以圣经里面 也教导我们做丈夫的 要如何的对待妻子 那么婚姻今天有时候 我们的婚姻方面会瓦解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夫妻没有交流 所以很少沟通 误会就来了 很多的误会就开始了 没有交流 没有沟通 以至于婚姻就慢慢的越走越下坡 我们要如何的常常跟妻子 或是做妻子的跟丈夫彼此的沟通 是我们做丈夫的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 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什么功课 妻子若是没有说出来的感受 常常都是她心里面最深的感受 她没有说出来 那个就是才是重点来了 所以她的丈夫应当对这一些的感受 要特别的敏锐 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们做妻子的 有时候有一些的话语 她有时候很想说 但是不好意思说 但是她不想说的 才是我们做男人应该要去 特别去敏感的 敏锐的 所以朋友们 神赐给妻子 有一个很特别的智慧 这个智慧我们称为叫做直觉 举个例子说 有时候我们做男人的 会跟老婆说 妻子啊 老婆啊 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分享 我跟你说啊 说什么什么 就一直开始说了 说完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们以为我们的妻子 他会很惊讶说 哦 是这样子吗 但是你会发现呢 当丈夫向妻子说出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的 妻子的回应说 我早就知道是这样子的 哇 原来我们做妻子的 他们早就有这样的直觉 什么叫直觉 就是他们早就已经有明白 你男人所要做的事情 所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做男人的 有时候我们都以为 妻子不知道了 但是做妻子的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直觉 或者是他们早已经有这种的感觉了 因此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就要多多的去跟我们的妻子 多多的来跟他们沟通 好 来 我们一起来讲第三件事情 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来 丈夫做决定 再说一次来 丈夫做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要如何做决定 就是谁做决定呢 丈夫做决定 因为当夫妻之间有坦率的 互相交流之后呢 丈夫的责任就是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因为当我们在讨论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 做妻子的呢 往往都很期待 就是做丈夫的 你能够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也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因为这个决定是我们身为一个男人 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如果夫妻之间有良好的交流的话 我相信做妻子的是很乐意的 让丈夫能够担起这个责任 特别是家庭里面 孩子的事情啊 或者是我们家人的 家庭的未来计划方向 所以妻子的是很乐意的 来让丈夫来做最后的决定 因为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是有这个责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负起这个责任 而且丈夫应当要负起这个责任 并且要贯彻的去做决定 也就是要去做要去行 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了决定之后 那我们就把这个责任呢 就refer给我们的老婆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也应该要负起 我们应该做的一个责任 那今天我们做丈夫的 有时候把我们家庭日常生活当中 就交给了妻子之后 但是妻子遇到一些不知道如何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妻子总是会指望我们做丈夫的有一个后盾 所以丈夫是我们整个妻子的避难所 做丈夫的就是成为妻子的一个后台 一个盾牌或是一个后盾 来帮助我们的妻子 好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完美 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夫妻要共同的来完成 第五 丈夫要欣赏自己的妻子是独一无二的 阿们 我们的妻子呢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知道 因为我们的妻子在全世界上 是找不到第二个的 因为我们的妻子呢 我们的老婆或是我们的太太呢 她很辛苦的 在过去这些年来 把整个家庭都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要明白做丈夫的 我们应该要对自己的妻子来说一句话 说我的妻子很特别 那我们弟兄们来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请你跟我挥黑手好吗 好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说一句话说 我的妻子很特别 没有别的女人真正像她 哈利路亚 这是我们身为一个丈夫 也需要照样的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所以当我们做妻子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与丈夫一起的来建立这个家庭 但是我们做丈夫的也要常常去欣赏 欣赏谁 欣赏我们的妻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要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什么叫做保养顾习呢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去尊重她 去欣赏我们的做丈夫 做妻子的 我们要做丈夫的要去告诉她说 你是独一无二的 什么叫做保养 什么叫做顾习 这两个字呢 就是表示一个亲密的关系 连那个最小的最细微的事情呢 我们都做一个丈夫的 我们都如何的去保养 去爱惜我们的妻子 因为他们是不容易的 这个家庭这么多年来 是他们我们一起所建议的 所以男人要以一种特别的一种心态 来爱她的妻子 来关心我们的妻子 她所关心的事情 所以兄姐妹 最后我要鼓励我们今天在这里的 做先生的 我们都明白做妻子的角色 但是我们做丈夫的 更应该要去关心她妻子的健康 还有她的外表 以及她的发型 还有她所使用的香水等等 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责任的 请问你会不会买礼物给你的妻子啊 会不会 会 我知道你们都会买礼物给妻子的 这是我们做男人的一个责任 就是我们要去关心她 或是去了解 去知道她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讲这句话 做丈夫的要对妻子说 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再说一次来 你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这是我们应该对妻子说的 因为她是需要我们男人被尊重的 如果你这样子在你妻子身上来播种的话 你将会得到一个大丰收的 因为你的妻子会知道你尊重她 你爱她 而且你会很欣赏她为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我们做丈夫的 要称赞你的妻子 这个称赞的意思就是 不管她做得好或是做得不是很好 我们总是想办法要称赞你的妻子 因为你的妻子她非常的辛苦 她在家庭里面照顾孩子 把这个家庭照顾得很好 有时候我们做丈夫的都不在家 但是我们的妻子她辛辛苦苦的 她有时候煮个饭 烧个菜 你的女儿起来称她为有福的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为什么要称赞她 因为才德的女人很多 唯独你是超过一切的 所以勇敢的来颂扬 来称扬你那才德的妻子 感谢她的许多的成就 尤其是有时候她煮了一顿饭之后 我们做丈夫的也要对我们的妻子说 哇谢谢你喔 你今天做的菜 你今天烧的菜很棒 我很喜欢吃 无论是她煮的菜 好吃不好吃 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总是要说一句感谢的话 因为妻子是多么的渴望 丈夫的称赞 称赞你的妻子是一项最好的投资 今天我在这里要为所有的弟兄祷告 也要为所有的妻子来祷告 因为你们都是非常棒的 今天有这样的家庭 一起的来经营下去 都是你们过去这么多年来 一起来做的 所以做丈夫的 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称赞的话语 因为那个是假的经济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要常常的去称赞我们的妻子 她为这个家庭 或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所以要感谢她 不要吝啬 常常说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跟我说来 做丈夫的一起来说谢谢 对了 谢谢我的老婆 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个忠实的 而且伪生的妻子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她的价值的 因为她是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重要 真言三十一章说 她的价值胜过珍珠 我们的姐妹 她真的胜过珍珠的 好丈夫能够做的 就是向她的妻子说出一些重心的称赞 有时候我们给妻子一个红包送给她 有一次我在一个 Seminar当中我就分享这个信息说 有时候我们要 要不要做丈夫的要给妻子 要给她红包 要不要给她红包 要 牧师说要 好啊 当时我讲完之后 有一个姐妹 因为那是一个弟兄会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 她就跑来跟我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你说了什么话 为什么我的老公回家 给我一个大红包 原来她的丈夫回去之后 竟然给她的老婆一个红包 感谢她 为她所做的一切 亲爱的弟兄们 无论你做什么 你就是表达你的心意 来对你的老婆 有一个感恩 所以丈夫的成功 可以从妻子身上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的妻子 她也能够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再说一次 少专注自己 不要自私了 要多专注谁呢 妻子 多专注在她的身上 所以我们一起来问一问自己一下 也问一问我们自己的妻子 她有没有安全感 她有没有成就感 如果你的妻子说 有 我有感觉 我有感觉成就感 那么你自己要说 我有为我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吗 是的 我要说 我要对我的太太而感到骄傲 因为她是独一无二的 她是很特别的 因为她在神的眼中 是跟我一样的 一起来完成神的计划 阿们 那你就是一个好的丈夫 我今天分享这个道 就是我不断的在提醒我自己 说我要成为一个好的丈夫 所以你们也要为我祷告好不好 我也要为你们祷告 所以让我们今天在这里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无论是结婚的 或是还没有结婚的 我要为你们祷告 好吗 所以我要在这里第一个 我要请那一些已经结婚的弟兄 你们先到前面来 好吗 来 弟兄们 你们愿意的话请你站起来 然后我要为你来祝福祷告 我们先来为弟兄来前面来祝福祷告 让我们所有的做丈夫的 我们都乐意的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好 来 我们一起的来 来 请做丈夫的我们一起来前面 好 你们做丈夫的 我们在这里所有的都是弟兄的 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来谦卑的 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情 弟兄们 我们就举起我们的手 来仰望我们的主 我要请我们当中 我要请牧师来好 你要为我祷告 好吗 来 牧师 请你来为我祷告 也为我们所有的弟兄们来祷告 好 让我们做丈夫的 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好丈夫 来 请你来台上 为我们所有的弟兄来祷告 哈利路亚 是的 主 主 我们在这时刻 主 我们同心合一的 要为所有的弟兄来祷告 我们真的是要回应祢的话 我们真的是要成为主 我们家里面 神使用来保护我们家庭的男人 主 我们真的要成为我们姐妹 一个幸福的一个关键人物 在他生命中 我们祷告就在这时候 主 我们要祷告 主 你来祝福我们所有的男人 所有的男人都能够站在对的位置上 成为这个的祝福 成为尊荣你名字的那一位 成为那一个爱的鱼 一个的 主啊 输出的管道 成为一个主啊 尊荣家里面 兴起尊荣文化的那一个关键人物 主 让我们来尊荣我们的爱 我们的妻子 我们在称赞她 肯定她 给她安全感的过程里面 她不但被造就 主 我们也知道也造就我们的生命 主 我们祷告主在这个时刻 主 愿主你成为我们的祝福 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成为好的男人 成为我一个主啊 对你的丈夫 好的丈夫 我们赞美感谢你 奉耶稣名字祷告 阿们 阿们 好 我要请如果你的妻子是在今天有来的话 请你妻子也来我们的旁边好吗 来 一起来 我们一起的来为所有的夫妻们来献上祝福祷告 如果你的妻子也是在这里的 我们要请做妻子的先过来一下 我们做妻子的 来 我们做妻子的很好 现在我要请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夫妻的 我们一起都来牵手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我也来为你祷告 求圣灵来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在后面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邀请你们站起来 也一起的来 我们先用方言来祷告 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不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一件事情 弟兄们请你注意听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来防止撒旦进到我们的园子里面来 不让撒旦进到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个原子里面来 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 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用方言来祷告 求圣灵来充满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来 败坏 魔鬼撒旦的攻击和搅扰 来我们一起喊三声 Hallelujah 我们用方言来祷告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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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两方面来祷告 有主保险来遮盖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不准二者来骄傲我们的家庭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我觉得 我们在这里说 我的我是 我被人感冒了 我问你 我便逢的 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我 我问你 奉耶稣的名来看断魔鬼撒旦的攻击 撒旦魔鬼不准进到我们的园子里面 求祢保守我们的家庭 我请保罗师父来为我们夫妻祝福祷告 阿们 使得主我们在祢的爱里面 主啊 要祝福所有的夫妻 主啊 要同心在祢的面前 是的 主啊 祢同心和以祢要浇灌 浇灌在每一个夫妻的里面 祢同心的爱要充满浇灌上来 是的 主 我们宣告 主 我们在祢里面 主 我们夫妻在祢里面合一在祢的面前 主啊 我们夫妻要刚强转打 主啊 要站在祢的应许上 主啊 我们要彼此同心同心 我们要一起为祢完成 祢在这家庭中所有的托付 所有的旨意 主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主啊 祢丰盛的恩典 祢丰盛的力量要加在所有夫妻的里面 主啊 我们无论前面面对怎么样的挑战 主啊 面对的苦难撕探主 我们要说 主 我们要同心 我们要在祢的面前一起的面对各样的挑战 主啊 我们要宣告主啊 祢要来赐福每个夫妻 主啊 灵里面更加的刚强 主啊 灵里面更加的敏锐 圣灵充满教官在每个夫妻的里面 圣灵充满教官在每个夫妻的里面 每个家庭的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主啊 祢的信心更多充满在家庭的里面 无论挑战如何 主 让我们同心有信心来面对各样的挑战 谢谢祢赞免 祢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明白撒旦要破坏教会 最容易的就是先破坏我们的家庭 撒旦如果要破坏教会 就是要先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 所以再一次的 求圣灵保慧师来保守看顾我们 每一个夫妻 每一对夫妻 好像师母所祷告的 同心合意的来保守我们的家庭 圣灵啊 欢迎你继续的来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教会 来眷顾我们 不准恶者来攻击 搅扰 不准所有的离婚 从我们的思想里面离开我们 这种的思想奉耶稣的名祖去 好让我们的家庭都得着 祢的眷顾和保守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现在我要为那些还没有结婚的来前面 我们要为特别是年轻人 你要知道将来 神要你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你要如何的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 首先神要给你一个好的丈夫 或者是好的对象 好的妻子 来帮助你的未来的一生 你非常地重要 神要透过你来祝福 我们的教会 好 亲爱的父母亲们 我们要为我们这一群站在前面的孩子们 年轻人们来祷告 因为他们是我们教会未来的中流砥柱 也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我们的方向 我们未来的就是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为我们这些孩子们来祝福祷告 请你们站起来 也一起举起我们的手 如果你有感动的 我们现在上来跟我一样的站在台上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有这个责任 在台湾的手 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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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晚说 我们也可以去支持 还是我们的责任 感谢 祝你所有的一生 心裡我全 在我身上 祝你所有的一生 愛要多高 慈愛高過祖天 憐憫要多深 生活無限量 愛要多高 慈愛高過祖天 愛要多深 生活無限量 愛要多深 慌過祖母海洋 愛要多深 慈愛高過祖天 愛要多深 生活無限量 愛要多深 慈愛高過祖天 憐憫要多深 生活無限量 愛要多深 慌憫要多深 慌憫要多深 愛要多深 慌憫要多深 慌憫要多深 洗净我嘴 刺我心生病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也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 祖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祖天 怜悯有多寸 胜过无限量 恩殿有多宽 宽过草木海洋 我也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 祖爱有多高 慈爱有多高 慈爱有多高 欢迎有多高 慈爱有多高 困不着不海洋 我也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爱有多高 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祖天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恩殿有多高 光过超乎海洋 我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祖天 怜悯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神光无限量 恩殿有多高 光过超乎海洋 我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我全心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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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毁均有多高 神像个毁均有多高 神光无限量 神光無限 神光无限 神光无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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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一切 我眼前行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和祖天 愿命有多深 神光无限量 我眼前行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我眼前行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我眼前行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是的主耶稣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所有的父母 所有的孩子 在你的祭坛前走 我们要对你说 我们愿全心 我们要全心的来跟随你 我们要一生走在你的旨意的里面 走在你的道路的里面 是的主啊今天晚上 你听见我们的祷告 主啊你听见我们的祷告 主啊你要兴起每一个家庭 站在这里的每一个的家庭 神就在线上的主啊 我们祷告 你要兴起每一个家庭主 你要让丈夫能够回到 主啊掩有的地位的里面 让妻子也能够回到主啊 掩有的结社的里面 主啊孩子也能够回到 他们的孩子的结社的里面 是的主我们宣告主啊 父亲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主 是的今天晚上主啊 父母的心要转向儿女 主啊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主 每一个家庭要在你的爱里面 和偶为一主 每一个在你的爱里面主啊 要批齿的款待 批齿的相爱主 让耶和华你的祝福 要倾倒每个的家庭主 耶和华你的祝福 要倾倒每个的家庭 让每个家庭满得你的智慧 满得你的智慧 满得你的恩典主 主啊我们要感谢祢 让我们每个家庭 能够为祢兴起发光主 主我们要感谢祢 谢谢祢祝我们今天的信息 要祢的话 主要来持那个家庭 刚强壮胆 趋势的向前进 谢谢祢奉美书的名祷告 耶 耶 OK咯 感谢主 谢谢弟兄姐妹们 来啊 祢奉美书的名祝福 哈喽耶 是的 祢我们感谢祢 今天晚上透过祢的信许 让许许多多 祢的子民 家庭都再次以祢对齐 主当我们愿意主在你的话语里面 对其你照我们原来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见 这个神的祝福 好像一个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意境 从父亲 从丈夫 流到孩子 流到妻子 流到我们下一代 主很多时候 主我们把我们的责任 推给别人 把不是我们的权利 就抓在我们手上 但是主我们在的时候 我们要拿起真正的给我们的权柄 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家 丈夫要保护他的妻子 要守望这个伊甸言 我们的伊甸言 主我祷告主 当这个恩高的流打通的时候 愿主你兴起敬畏神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在神的子民中间 就在今天晚上的时间 以我们众人同在 谢谢你主 奉靠耶稣救命 这我们祷告 Amen Hallelujah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黄慧仁牧师 我们掌声 我们谢谢我们的师母 黄慧仁的师母 牧师的师母 我们的Kimmery牧师